另外 登加楼一名身障男子驾驶的轿车 突然失控冲入反方向车道 迎面撞向托格罗里 当场混沌公路 登加楼马江景区主任莫哈默拉兹曼说 这起事件发生在今早大约9点40分 39岁的司机莫哈默扎卡利亚 正从马江市中心前往瓜拉登加楼 不料途中他驾驶的宝藤轿车 突然失控撞向分界低 在冲进反方向车道 被迎面而来的罗里撞上 校长局抵达现场之后 耗时大约20分钟 将加困在车内的司机救出 不过被救出来时他已经毁天罚术 至于44岁的罗里司机则毫发无损 死者遗体随后已经送往瓜登的 苏丹纳诺查希拉医院解剖 警方援领陆路交通法令第41-1 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条文来调查这起车祸 中文字幕提供